今天大新闻,比伯在文婚期海域的陪伴之下,去发廊剪除了留了很久的头发,还记得前段时间比伯发文说,自己想把头发留到脚趾的地方, 这么快自己说的话,就不算数了吗?比伯为爱剪去长发,和文婚期海域一起去做头发看起来好友爱啊,粉丝们呼吁她剪头发很久了,她也是无动于衷,喜欢上长头发了估计,所以不愿意剪去长头发,但是现在在文婚期海域的劝说之下,还是陪着妻子来到了发廊,好羡慕这位理发师, 但是,见证了很多粉丝们不能亲眼见证的这一刻,剪完头发,比伯非常清爽的走出理发店,面色有一丝调皮,但是嘴角微泪上像是怎么回事,网友们都说,比伯好无奈,内心应该在想,我媳妇非得让我剪头发,没办法啊,天大地大,老婆最大,比伯也是很宠爱海域了, 恋情公布,没多久就订婚,订婚,那就来个大专戒,来了大专戒,还不够,我还要天天和你黏在一起,剪了短发的比伯看起来,真的清爽了很多,大被投降是复古风回潮的风格, 但是网友们还是喜欢她前些年的蠢头,那才是年少的模样啊,怎么了小哥哥,居然有一丝害羞,这位女士,你的手往哪放呢,未婚妻海莉一定在举着手机为她们拍照吧,心里一定在想,我老公你也敢碰,比伯内心的老母亲情愫又泛烂了哈哈哈哈,小女孩好可爱哦,不过粉丝们还是最羡慕那位理发师啊, 毕竟见证了笔脖子,几粒下的大旗,随着发丝的掉落,慢慢倒下的样子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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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